一周又过去了 又是忐忑的一周过去了 今天呢我们又去医院 刚见完医生回来 做了两天的检查 昨天今天做检查 今天下午见到医生 这会儿刚回家 又有新的情况了 检查结果呢就是 有好消息 有不太好的消息 好消息呢先说好消息 好消息呢就是 胎儿 长的情况很好 上一周 公腔内的孕囊是 1.4乘以3.0 这一周是1.9乘以4.9 然后上一周的胚胎长度 是0.8厘米 然后这一周 已经变到了1.4厘米 也就是鹅娃长得非常 正常 对长得很好 而且胎心也不错 还有一点呢就是 上一周的这个胚胎的形状 大家一看就说 嗯肯定是个儿子 但是呢 这一次我看 我感觉越长越圆了 对呢 是不是 就是儿子开始 慢慢向姑娘发展了 嗯 不好的情况呢 有两点 第一个呢就是 昨天做的这个B超里面 显示 蕴囊旁 建0.4厘米 乘1.6厘米的 一个夜性暗区 也就是说 有一点点 出血 而且是蕴囊边出血 这个就是 比较吓人 而且这个 在B超单子上 直接写的是图像 符合仙照流产 给小郭昨天又击中了 小半天 我能懵了 我跟你说 医生的意思呢 是因为我们打的甘素 然后呢又给甘素 又配合的吃的那个 阿斯匹林 对 吃的药 然后呢就导致 可能有一点点出血 然后今天见了医生 说是就先把那个 阿斯匹林给停掉了 然后 这个甘素正常打的 就是控制这个出血 然后呢自己也观察 是这个情况 反正 看到这个报告单子 别说他紧张 我也紧张 这什么情况呀 然后呢第二点 第二点呢就是 这个又做了一份 这个子宫动脉主力 子宫动脉血流 就是这个单子 这个 这些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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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看不懂的这些数值 其实就是几个字 动脉血流异常 血流阻力太高了 还是异常 然后这个血流异常 要怎么办呢 打甘素 吃阿斯匹林 所以我现在就很矛盾 医生也说 你出血了 就不能吃那个阿斯匹林 就减少甘素 但是你现在这个 血流异常 还是得打甘素 吃阿斯匹林 所以就把阿斯匹林 停掉了 甘素不停 然后再继续观察 这个情况 其实这个动脉血流异常呢 我之前不知道啥情况 我们俩今天查了一下 问了一下医生 其实就是 你如果阻力过大的话 像我这样 阻力过大 就是 母体的血 给胎儿供血不畅 对 就这个意思 直白不 也就是说 挖的营养呀 啥呀 氧气呀 一系列 就通过你母体 给它供血的时候呢 血流不畅 导致挖的 可能就会导致发育不良啊 对 甚至就出现 现状性流传 对 所以呢 医生的意思是 下一周继续 继续复查 所以现在就听医生的 我的针照样打 其他药接着吃 就停一个药 我这真的是 每一次检查 都有这些情况 弄得我也是 这个心情也是忽上忽下的 而且是啥呢 之前呢 刚回来的时候 我们俩就是通过抽血 隔上一天 顶多隔上两天 你抽血 看这个HCD的翻倍 看这个孕童 你最起码你顶多隔两天 你就有检查报告 现在呢 那些数值没有参考意义了 然后呢 医生就给的 最快的是下一周 再过一周再去查 对 也就是又得心里面 忐忑一周 空落落一周 紧张一周 但是呢 就是包括医生给你说的 要休息 多休息 心情要放轻松 包括直播间里闲聊的时候 朋友也说 要放松心态 不要紧张 这一点你一定要注意 是不是 我现在其实已经很放松了 感觉 我觉得 其实这些报告 什么呢 我只是 就是自己不懂的时候 一看很紧张 然后呢 医生一讲 其实 你看医生的反应也没啥 然后呢 最最主要的是 娃现在生长的一切 对 她长得挺好的 所以 也算是 宽慰一下自己 也算是给关心我们的朋友们 汇报一下这一周的情况吧 大家也不要担心 我们 随时观察 随时检查 记得点赞关注哦